好继续来看到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为了解决丰田寸省沙池水门设施 以及六支县的改善工程 那么29号上午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长张启伟 以及张淮文服务处的主任工程人员进行工地的会刊 来解决丰田寸灌溉沟渠的水源 以及交通安全的问题 到农忙于耕种的季节 灌溉沟水源的供水相当重要 为了让农民在耕种其有更稳定的灌溉水源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处长张启伟 29号上午会刊了凤林 丰田 新城等灌溉沟渠的相关工程 进行了水门进入的设施维护 以及改善工程的进度会刊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目前正在进行花莲县农田水利工程的一个工程督导查核 目前我们来到寿丰乡丰田寸六支县 来做我们的一个工程进度的会刊 那我们这次工程的目的因应在台湾观光学院 这一个学生进出的通道 通行药道将我们原来的丰田寸的六支县 原来既有工程上的一个问题 包含它灌溉排水容易淤积 还有因为它断面不足的因素 再加上刚好在道路药冲的一个部分 为了学生的安全 我们会加装相关的一个仿足木户栏的一个设施 那本区总工程经费是481万元 那全区一共有八个工作区 未来改善完工之后 能够改善附近临近区域的一个灌溉 还有通行的一个安全 丰田寸六支县灌溉范围达30公顷 为了维护农田的灌溉水源 以及台湾观光学院学生在道路上的行驶安全 农田水利署也在灌溉沟渠上加盖 希望能够维护学生在通行上的安全 之外也能够为农民在农盲期农田的水源 得以顺利的供水 让六支县减少缺水的问题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